針對烏克蘭局勢緊張 美國決定從德國與美國本土 總共調動部隊三千名人力 增援東歐的北約組織盟國 除了羅馬尼亞跟波蘭表示歡迎 退役的美軍將領也認為 實際的軍事動作 才是外交的有力後盾 不過俄羅斯方面指出 西方國家只是以俄軍 可能入侵烏克蘭為藉口 把俄羅斯捲入大規模戰爭 或者是至少達到圍堵俄羅斯的目的 俄羅斯持續向烏克蘭邊境增兵 除了定期與白俄羅斯演習的部隊 長期駐紮在烏克蘭北部邊界地帶 烏克蘭東部邊界也不斷有俄軍進駐 衛星照片顯示 俄烏邊界除了經常有大批俄軍車輛進出 更有更多的軍營出現在衛星影像當中 對此美軍將從外派德國的部隊當中 抽掉1,000人以防羅馬尼亞 另外2,000人則由美國本土分別派往德國填補空缺 並前進到波蘭 波蘭和羅馬尼亞都是北約組織會員 但更靠近俄羅斯與烏克蘭 美方指出 華府目前不會派兵進入烏克蘭協防 增兵的用意在顯示北約組織的團結 不過俄方除了堅持否認有入侵烏克蘭的打算 也指控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 企圖以烏克蘭問題作為藉口 目的是圍堵俄羅斯的發展 甚至把俄羅斯捲入大規模戰爭 俄羅斯分析家認為 莫斯科當局的目的 是要北約正視俄方的需求 也就是停止向東擴張 不納入烏克蘭 讓雙方能有軍事緩衝區 外電報導指出 俄羅斯除了已經在邊界部署10萬大軍 還會再增加3萬人 目前為止 普廷仍然強調外交談判的大門依舊敞開 美方退役將領則指出 俄方之所以會如此 是因為歐美開始有軍事動作 作為外交的後盾 接下來兩邊如何交手 有待後續觀察 公視新聞 許家仁編譯